这些战犯们在做辩护的时候说 我是按照上面的规定来做 那给我一个联想 就是我们常常问什么问题 政府怎么样 他的一句话就是 对 就是这个字 所以我想把这个跟那个做一个连结 我不知道我们在历史上 在这个哲学思想上 对 还有您说在这个 我们在这些战犯的 这些很多很多的讨论里面 对他们用这样一个智慧 跟我们现在说依法行政 这个有没有相关性可以做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讨论跟哲学上面的一个 不是哲学 我的意思是说 我最近有写一些东西 人家说我的这个逻辑有问题 我想这有没有一个 哲学是一个逻辑吧 我不是哲学家 我也没上过哲学课 所以我对哲学跟文学 我也不是文的课的 所以我不是很了解 可不可以请你把这个 这个做一个 它是哲学上面的论述还是 当时那些战犯他们讲的那个 所谓的 他用我们现在的术语来讲 所谓的依法行政 当然就是说就实际的条文上来讲 你说纳粹他要执行那些当然都是有公文 然后都是说 已经是变成是他们整个纳粹体制里面 可以允许你去做的一些事情 所以他以那个部分作为一个理由的话 当然就是说是 其实都是要为自己脱退就对了 说得比较简单一点 然后他所以就 那个时候的这种道德上的这种愧疚感 通通都是一些借口 一些不在场证明 他其实最主要就是想 免于牢狱之灾吧 那我们从那种 我们暂时相信他讲的 我听的是国家的命令 我是依法行政 这个真的是那样想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假的 那个我们就先不管 那这个问题更严重 一个真的以为自己是依法行政的人 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状态 那纳粹这个体制的可怕的地方就在于说 每个人都变成是国家机器里面的一个 那时候大家很喜欢用一个 一个比喻叫做一个大齿轮里面的一个 大机器里面的一个齿轮 就是说你今天我不做 照应会有别人来做啊 所以有什么不行呢 就是有那种没有所 无所谓的那种心态 甚至他们去上班 每个人都依法行政上班 杀人回家听音乐上那个歌剧 那个戏院的什么之类的 已经变成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依法行政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是说 当一个人如果觉得说都很守法的时候 那个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已经把自己贬义成为 就是说我活着只是要为这个国家机器去服务 他事实上已经变成是一个国家机器的一个工具 这个也是为什么刚刚我在讲了一些余生见证的时候 就是在学历上 我们其实不应该太去强调说那些生命的证言 对于整个所谓的不管是台湾 或者说中华民国这个体制到底有多少的贡献 你这样还是把它放到国家体制里面 等于是在违背他们这种所遭受到这种生命的那种经验 那种大 因为他是被国家宰杀 被国家丢弃的这样一个人 所以依法行政这样一个概念 或者说动不动就是说依法行政的这些人 我们从学理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其实我因为毕竟是读比较多精神分析的 比较有兴趣 我都常常会去把它放到说 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幻想结构的 我会去思考这个问题 这种幻想结构就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讲的话 比较是偏向这个变态狂 变态狂的话就是变成就是说 有点类似在那种SM的经验里面的话 就是说你要怎么样都可以 然后我这边鲜血淋漓的 我还是继续做下去 你把它转移到国家情境的 就是说国家对于你允许以求 你还是把它顺从 还是认为它是代表最绝对的国家的那种 不可抗逆的一种意志力的时候 那个基本上是对人的这种独立制度 独立性事实上伤害是最大 因为它已经把自己完完全全贬义成为一个机器了 那当然就是说 其实也讲一讲说 你也蛮无奈的了 现在就整个走向好像变成说 依法行政守法 这个东西好像变成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根源 那这个的确也常常能够用理论上去讲 就是说一个国家治理最核心的那个东西 你会发现到说 其实是一种最无法无天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其实跟集中营一不一样呢 也是啊 集中营不要忘记 集中营是任何信都可以发生 但是那个是谁允许的 国家用法律允许它去做的一个事情 所以我基本上这几天还是都觉得说 其实台湾有点发牢骚了 其实好像并没有真的脱离那种 理论上所讲的那种例外状态 集中营的那种状态 至于要怎么去改变 这个我觉得没有办法在这边回答这个问题 对 我说历史上是怎么样对这个东西 对他们用依法行政这样的脱罪的 在集中营的 是后来的审判里面是怎么样来处理这个 就是要有大概要有比较多的一些见证者 也需要有那些集中营的一些见证者出来控诉 对 那控诉了以后他就是那句话 那还是要判罪 结果他们还是被判罪 还是有被判罪 几个比较有名的案子里面基本上应该都是死罪 那回到台湾这边来的话就是说 我们现在还没有所谓的战犯这个概念 我们也没有这种所谓的追究的这种概念 这个是比较大的问题 我的意思是说 在我们历史上 他们被判罪是用怎么样的 怎么样的论述去打倒 去推翻他们认为正义的那个依法行政 法庭上可能没有处理到 没有处理到那么细的哲学的这种角度了 但是如果从哲学角度里面来讲 这个当然依法行政是一个借口 因为大家想一个很简单一个问题是说 法律是怎么在人的脑袋里面 在怎么人的心里面产生作用的 我们不是与生俱在脑袋里面就刻了一个法律 这个基本上可以从康德的角度里面去解释 就是说 人基本上是出于自由意志的情况当中 去接受法律的载质的 所以就是说 这个当然是个讲法 也就是说 你越强调法律 法律事实上不是借口 你越强调法律 你其实应该更回过头来去看说 你为什么遵守法律 法律是怎么在你身上产生作用的 那大部分那些战犯基本上都是 他强调法律 你可以看得到他都想要挥避个人的自由意志 所以换言之 从这个角度来看 没有什么所谓大时代不得不做的这种事情 很多人在回看过去台湾的 或者包括说那些警察 现在为所欲为的一些事情 都说体制要求我们做的 大时代的范围就是这样做的 这些从哲学的层次上来看的话 其实都是在规避自己的这种责任 没有所谓大时代要求你去做什么事情 如果有大时代这种东西 也都是经由个人的自由意志 选择让大时代在你身上产生一些影响 或者法律在对你产生一些越智力 在哲学程序上大概是可以从这个脚步里面去谈 所以那既然是有个人的意志的这个部分 当然就是要量刑 即便你语言的程序上不断否认的话 我们找到了一个理论的一个哲学的一个基础 只要是有个人有所谓的自由意志 让他产生那个事件的话 不管他愿不愿意承认 都还是可以量刑的 这个当然是牵到所谓法哲学上司法程序上的一些 我说法官上他有没有那个sense 去处理的一个事情 所以是在法官的身上 法官有没有哲学的思维 那这些法哲学这些东西 我觉得要弄到的时候变成是一个权力 大家都可以接受都能够去实践 甚至包括说像法官本身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那些法哲学的一些概念 我觉得都已经有点怀疑了 什么叫做法哲学 它是一个专有名词吗 因为我们没听过的 这种法律实际的 我们法律基本上有一个区分 就是说有所谓的比较经验层次的那种 regulation那些规范 但是那些规范背后 它应该是有一些 就是说不管在哪一个时代都通行的 所谓的比较自然的 比较先与经验而存在的那种部分 基本上是说法律定定的哲学 哲学的意思是说 法律定定的背后那个哲学的基础 所以它是一个专有名词 是 是一个专有名词 谢谢